整个民众党、国民党对我都有大规模的抹黑 他们甚至都不承认我是真正的大学教授 然后说我是1450 说我是拿了民进党的钱 我是彻翼 那这些抹黑对我名誉造成相当大的损害 即便别姐对我不起诉处分 还是有人相信我是污蔑的高鸿安 新租市长高鸿安继上个月的涉谈案件宣判之后 今天是再度划铁路了 因为可以看到他和旅美教授翁达瑞之间的诬告案 今天台北地院也一审来宣判 被告高鸿安今天是被判处10个月的有期徒刑 而且是不可一颗罚金的 但是全案还可上诉 那整齐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透过图表来带大家来认识一下 这名旅美教授翁达瑞在2022年的时候 曾经指控高鸿安新兴纳提大学的博士论文 根本都是抄袭 而且他甚至直指高鸿安被指导教授除名 也没有自己的博士研究 那这番言论高鸿安听了当然就不高兴了 最后是提告他诽谤 但是整齐案件又不起诉 不起诉之后翁达瑞再反告高鸿安来进行误告 那双方其实四度在台北地院来交手 高鸿安当时甚至是指出 他已经请新兴纳提大学来重新审查他的论文 那也别认为大家都是笨蛋 当然这句话就是说给翁达瑞听的 而且高鸿安在庭上的时候甚至是指出 其实现在很多名人很多艺人 或者说很多知名人物在网络上也都找不到他们的论文 难道这样也要说他们都是抄袭吗 那翁达瑞呢在上一次最后一次言辞辩论的时候也指出 他其实认为高鸿安的观点没问题 也觉得高鸿安不是刻意误告 但是全案的重点就在于 这一次高鸿安的这个博士论文到底有没有抄袭 才是他最想关心的一件事情 而如今高鸿安被宣判十个月的有期徒刑 那是不是也代表法院已经查到他这个整个论文 已经涉及的抄袭了呢 目前台北地位还没有一个详细的判决理由 预计在稍后呢可能就会有一个结果出炉了 只是说上个月高鸿安才被刚判刑 这个涉探案的部分 现在这个误告案呢又再度的来被判十个月 对于他之后的这个市长位置会不会有更重大影响 我们都会持续为您就掌握 好我们谢谢尤涛 当然这新务市长高鸿安的部门 吕美教授翁达瑞指控 他是论文抄袭的这个言论提告加重诽谤罪 好那这个陈时分的或不起诉处分之后 提起告诉控诉高鸿安误告罪 在台北地医院法院经过四度开庭之后呢 已经判决高鸿安 有请徒兴十月全案可以上诉 回顾整起案件高鸿安因为不满旅美教授翁达瑞 指控他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提告加重诽谤 前方给予不起诉处分后翁达瑞自诉误告 两人第四度交锋也分别提出厚厚一叠证据 其中翁达瑞指控高鸿安曾两度修改博士论文 却没主动告诉检方 且还提供修改过的版本足以证明他有诬告犯页 从一份文稿把内容搬到另外一份文稿他不可能不知道 那我在脸书上说他抄袭也就是从期刊论文把内容搬到博士论文 他告我然后呢他现在说他不知道这叫抄袭 对此高鸿安当庭博士更反控制测试怀态度反复 自己根本没有侵害著作权的事实 法庭攻防双方持续各说各话 就是这个是误告本来就很难告得赢 另外呢就是误告是算公诉罪 一般都是先到检察官那边告 那么呢我这个是自诉 直接呢到法院告他误告 自诉的误告呢告赢的少之又少 这是非常难得 误告自诉赢 而且呢判了十个月的屠贤 不能返贤 不能那个扶劳役 如果高鸿安没有上诉 他马上就要被抓进去关 这是非常罕见 是很讽刺 他基本上就是说 我揭发他博士论文抄袭 他有没有抄袭他自己心知肚明 因为路纹是他自己写的 内容哪里来的他知道 但是呢他为了选举的关系 然后呢误告我制造清白的假象 等到呢这个检察官给我不起诉处分的时候 他已经当选了 我这一口气吞不下去 不是因为我个人 而是因为他欺骗了广大的新竹选民 让台湾的社会没有是非公益 基于这样的原则 我决定对他提起误告 然后呢 让他已经获得的选举利益 让社会大众可以知道 他是透过不法的误告取得的 这当然是还我的清白 然后就说在他对我提告的前后 事实上呢 整个民众党 国民党 对我都有大规模的抹黑 他们甚至 就都不承认我是真正的大学教授 然后呢 说我是1450 说我是拿了民进党的钱 我是彻翼 那这些抹黑对我民运造成相当大的损害 即便呢 这个别姐呢 对我不起诉处分 还是有人相信 我是这个污蔑的这个高红安 那今天这个误告呢 整个呢 在台北地院呢 我们开了四次的停 再加上呢 我们有很多次的这个书券的 书状的交换 所以说呢 这整个的审理过程 可以说是非常的彻底 就是把真相 看在这个法官前面 那法官呢 做出的裁决 就是高红安 确实有误告的办意 也误告 应该给予十个月徒刑的惩罚 好不客气 拜拜 高红安官司缠身 今天对这个误告罪的部分 台北地院也判高红安误告罪成立 十个月徒刑 因此连同之前贪污之罪条例的七年四个月 目前现阶段高红安面临的这两个官司 都是败诉的情况 那高红安当然有权上诉 但是在贪污之罪条例的这个利用之物榨取财物 本来本质就是七年以上的重罪 那以高院今年四月最新的判决 对诈理废案 那个高雄版的高红安 陈翠鸾 他的辨词一样是驻理志愿上缴 他是二审高院是重判十年五个月 因此高红安在贪污之罪的部分上诉 可能面临加重改判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那在误告罪的部分 同样的他上诉之后 如果说这个致诉人 也就是陈时分教授 他也认为说刑度不够而提起上诉 那高红安当然面临的二审 也有可能是刑度会加重的风险 那因此两案 这个两个案件 不论是诬告罪 或者利用职务榨取财物的贪污之罪 高红安现在的司法上面 其实面临非常大的一个困境 他如果采取同样不认罪的这个方式 来进行二审 那他可能面临的是 加重改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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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